家裡 家裡 家裡有什麼 這個小朋友 那個小朋友在那裡 導覽人員仔細替學童 介紹每件立體書作品的特色 這40多位孩子來自台中光陰育幼院 趁著學校放橫架並且過年之前 國內一家航空公司 特別和立體書的 異想世界特展的主辦單位合作 免費招待他們入場參觀 今天這個活動也是透過 台灣菩薩初學協會找到一些義工 幫我們尋找一些在台中地區的院童 有這個機會能夠讓他們來看看 一個比較國際性的展出 也希望能夠幫助他們學習成長 孩子期待這一天期待很久了 那我們也一直想藉由這樣的活動 讓孩子可以從裡面獲得不同的一些資訊 或者對他們以後在各方面都有一些幫助 目前在台中文化創意園區 所展出的立體書的異想世界特展 以愛麗絲的夢遊先進的故事為主軸 深入介紹國際立體書的歷史和演變 機會相當難得 加上這群育幼院的學童 平時少機會參觀這樣的國際大展 因此這次他們都把握了難得的機會 一邊聽語音導覽 一邊聽專人解說 相當專注認真 150件的作品 每件對他們來說都相當精彩 因此他們相當感謝主辦單位 和贊助單位的支持和招待 讓他們提前度過了一個難忘的寒假 記者的教材中踩不到